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任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六百三十日 主题 宴会地 经文段落 明集绝满 明宴会地 经文销文 明集 绝智增长 如大火炬 人烧烦恼之心 绝满所未绝造 弥满清净 宴会 表如宴之会 如朔觉之圣用 经文销文至此 恭请建徽法师慈悲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六百三十日 我们要来总结 宴会地 这里谈到 会光如宴 神魄弥暗 宴会地 是一个 精进波罗密 所成就的一地 在这一地当中 我们会看到 这智慧 经过精进的修行之后 成为熊熊的火焰 可以烧尽一切的恶剑 这个地方是 楞严经谈到修正的位置 只要有修行 一定有成果 这个成果要有多高 或者是要多么的圆满 那就是谁所发行 有多少努力 就有多少的结果 如果你没有结果 而一直抱怨 为什么佛不灵 那其实是因为 你的努力并不足够 所以在这里的宴会地 就要告诉我们 这要怎么努力 努力有很多的方向 你如果一直都不是 在正确的方向努力 可能就会白做工 而且越来越有问题 这个宴会地谈到的修行 就是明即绝满 那你要有什么 练什么 练明 明要修到极致 觉悟就会圆满 觉性就会圆满 那绝满其实就是我们的目标 要修炼这个明 要怎么样 就要开始修 始法明门 观众生 观世界观一切的法门 以此始法明门 就能够在宴会地当中立足 菩萨著此第四地 这个宴会地 那每天请永念之 就是精进的修身受心法 四年处观 寻身观 寻受观 寻心观 寻法观 那就是不断的观察 在这个观察当中 有一个正念的观察 有清静的观察 而且精进的观察 观察的目的 除世间贪忧 要去掉烦恼 去掉贪心 那再来 有精进 这个精进 就是修善断恶 四正情 那有了四正情之后 就会产生神族 这神族从欲敬念慧 这四个方向来成就 那接下来就有五根跟五力 性敬念定慧 那性敬念定慧 从根而生起力量 到最终回向于舍 可以让我们的心 可以舍掉一切的烦恼 不再被烦恼纠缠 那接下来 就叫做七觉分 七觉分又叫做七觉之 那什么叫做七觉之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觉的一个部分 这七种加起来就是圆绝 就是圆满的 那这觉要怎么开始呢 第一个叫做念绝分 第二叫责法绝分 接下来是精进绝分 喜绝分 依绝分 定绝分 舍绝分 那这几个绝分呢 都是一止焰 一止离 一止灭 回向于舍 那这七觉分呢 是让我们的心 在这个觉悟上呢 可以很明确的 知道有这七个部分 那这七个部分叫七知 觉知 那让自己的觉性很清楚 那有时候我们说 这觉性很模糊啊 我到底怎样才叫有觉性 第一个你要常常有正念 第二个会选择 会判断叫责法 责法这件事情啊 我们说一个学习佛法的人呢 他能不能够选择跟自己最适合的 最相应的法 那很多人会有问这个问题 他说 我就是喜欢 喜欢送经 那喜欢送经呢 还会喜欢送长的经或短的经 有的经很好送 有的经不好送 有的经一送就相应 有的经呢 奇怪送来送去 很没有意思 那这个是责法吗 不是 这只是一种感受 感受之后呢 你要去观察 观察这是适合的法门 还是不适合的法门 那你要依据什么的来观察 基本上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依据感觉 心情 其实你要知道感觉跟心情 你不需要去学法 你就是每天就知道自己 现在心情不好 那但是呢 我们要选择法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自己有这个烦恼 有这种障碍 然后呢 你在修行的时候 就是去观察这个法门 用在你的身上 它的效果是什么 这时候你就会知道 哦 这个法呢 是这样子选的 那有的人他不知道是这样选 他不是把法拿来用 他是把法拿来让自己心情变好 所以呢 因为 哦 我喜欢唱歌 因为唱歌这个方法 会带给我快乐 那我喜欢呢 插花 插花这个法呢 会增加我的福报 这个都还不够 为什么 因为他到底有没有帮我们的决心现前 那你插完花 你的烦恼 有没有借由这个 这个因缘呢 来这个断除 那要不然呢 可能会产生新的执着 哎 我觉得呢 我自己工作做得很好 我修布施 我对于人 有很多度众生的方法 那我度了很多众生 这是好事 但是度了之后呢 就执着众生相 或执着我相 那反而呢 这个修行的 这个结果呢 出来的时候 却增加了执着 那这样子表示 你的决心呢 是要能够 要现前却被心的方法 执着了障碍主 所以要折法 折法的过程呢 其实他就是一直在修炼自己的决心 所以折法觉知之后呢 就会产生这后面的殊胜的感受 有精进啊 有喜 依 定舍 就是你的心呢 是越来越清静 那这最前面 就是这两个最重要 就是念跟折法 这折法你要判断 到底你自己是适合 或者是需要什么样子的方法 那这个法门的开车吃饭 这法门的各种面向 他要用在什么时间 他要用在什么对象 怎么使用它 那这样子呢 你对于学法就会有效果 而且有效率 有的人学佛 学很久 学一辈子还是不得要领 那懂得学佛的人呢 他就是一下子就能够知道 这个方法要怎么来修 就会修得很好 但是呢 不管是怎么样 都需要精进 所以我们看到37柱道品 这37类的法 都一定有精进 精进是最重要的要素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宴会帝 其实它是跟精进波罗密相应 凡是跟精进相关的法门 都会在这里看到 所以这等于是 所有精进波罗密的大权 那这是第七个 这个是七觉知 有七种 七种可以增加我们决性的法门 那结果呢 修好了之后 就会怎样 就有八正道 这是七八门开四底门 这个八正道 就是政见 政思维 政与 政业 政命 政精进 政念 政定 这个八种法呢 这种八种政都是一直焰 一直灵 一直灭 回向于舍 这政见就是知见是正确的 怎样叫做知见正确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我想的很对啊 我的观念很好啊 我哪里有错 有盲点的人永远不知道盲点嘛 为什么 因为他就叫盲点才会看不到 那别人说 你会觉得你又不了解我 你凭什么说 或者是那你自己也没做得多好 那你的标准又是什么 所以要依据政见 就是依据佛教我们的政见 佛是一切智人 所以他所谈出来的 这个标准是正确的 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是他观察之后归纳的结果 所以三种政见 三种观念 第一个叫做人人皆有佛性 就是你要知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这是佛法最根本的一种思想 那这个叫人人皆有佛性 所以人人皆可成佛 人人皆可修行 第二个叫做正性因果 如是因如是果 一定在这因缘果报当中 大众要认识正确的因果 叫知因事果 那如何去改变这个因果 你要先知道 因缘果报的有为法 是缘起性空 是因为他是缘起 所以他可以缘的因缘 他可以改变 但是无常 无常才能够容纳改变 如果他是一直固定不动 不变的 众生永远是众生 佛本来就是佛 众生不可能成佛 佛也不会变成众生 所以这中间就是表示 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单向式的 那事实上其实因缘 是一种一直不断的变化 在刹那刹那之间 可能都会重组 这就是因缘 因为缘起性空 这三种基本原则 就是佛法里面的政见 第一 人人皆有佛性 第二 因缘果报 第三 是缘起性空 有了这三种的原则 你去看所有的事情 你的思维就开始正了 讲出来的话 就是正确的 叫正语 做的行为就是正业 选择的职业就是正命 那你依据这样子的人生方向 正精进 你就会精进有成 成就什么 正念跟正定 好 那这就是八正道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三十七种法门 佛子 菩萨 住此宴会地 修这个三十七种法门呢 所有身见为首的 一切执着我 我人众生受命运借处所起的执着 出没思维观察 自顾我所顾我所顾我所顾财物顾卓处顾如如是等一切接离 就是啊 就是啊所有医着这个我人众生受折啊 运借处啊啊 所有的这些烦恼呢 这是烦恼最大的就是这个身见 身见为首的一切执着 我都会离啊 那为什么 因为你有正确的观察啊 你有观啊 什么观 就是宴会地啊 要修的这个始法门门观啊 这始法门门呢 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啊 哎呀 保持在一个很有智慧的状态啊 所以这些执着出没啊 就会让我们产生啊烦恼的 那甚至于困住的这一切的烦恼啊 执着都会离啊 一切接离啊 这是祝宴会地的菩萨 非常殊胜的地方啊 好 那慈菩萨呢 于四色中同是偏多 使菩萨蜜中精进偏多 于非不休 但随力随分 在这个四色法 布施爱与力行同是 有四种 第一种是欢喜地 跟布施是比较多 学的布施比较多 第二离构地啊 那这个修什么 爱与比较多 第三呢 这个发光地 就是力行比较多 第四啊 宴会地就是同事偏多 那什么叫同事啊 其实这个菩萨这个时候呢 隐身在世界各地 在众生当中 跟众生同事啊 就好像我们同一个工作的 这个平台 在这个同一个公司 我跟这个同事啊 好多他们都是什么呢 就是跟我同一期的 那也跟我一起共同的 在努力的 那这菩萨呢 在这个时候啊 他是众生的朋友 所以他会在这个世界各地啊 就是以这个同事社来 对啊 度化众生啊 那这个十波罗蜜当中呢 是精进最多啊 其他都会修 但是随地随分 不是主修啊 佛子 世明略说 菩萨摩赫萨 第四宴会地 那这个是以上呢 是整个 第四宴会地的总结 好 菩萨住此地 多做虚业摩天王 以善方便 能除众生身见等 或令主正见 这里的重点呢 是这除掉众生的疑惑 让众生生起 住在正见上 那前面发光地 是还在修嘛 日夜为怨 文法药法洗法 就是来修这个法 很精进 但是呢 到了这个四社 就是到了这个 第四宴会地的时候 因为这精进菩萨摩是 要把这学到的法 精修 精修之后呢 它就会产生效果 就能够去除已祸 所以这个慧 它已经是可以去除已祸 所以用燕火焰来形容这个祸 所以这叫做燕慧地 好那以上呢 是今天的总结 明吉已绝满 明宴会地 师父各位师兄 我是法开 今天要做一个分享 那长久以来呢 一直跟邻居相处愉快 有一天 对面新搬来 一对年轻夫妇的家庭 刚开始大家 都满和睦相处 有一天 由于 我家要装修冷气 于是呢 把一些要装修的物品 还算蛮多的工具 一些物品 先放到大门外的空间 那那个空间就是一些 就是楼梯 电梯出来 那个算是一个公共空间 绽放 那不料呢 却被那位新搬来的男主人 他目睹了这一切 于是呢 他很生气 且严厉呵斥说 不能把这些东西放在那个地方 那请我呢 赶快把它搬走 那我就跟他解释了 那只是暂时放在那里 整理好以后 会把物品清空 那但他还是很不高兴 随即呢 就马上打电话给大楼的总干事 反映他的不满情绪 那也对他反 就是跟总干事反映了 我的不对的地方 那面对这一切呢 自己也感到有点无奈 因为只是暂时放着 并不是永久要把他堆在那个空间 那只是装修冷气一下子的时间 毕竟这一切只是暂放 并非是久放 怎么这样就让他产生不悦不满 这样的情况 那还好 就是面对他的大声喝痴呢 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被迁怒 然后就生气跟他怒骂 或是就引起争执 那那时候很庆幸没有被那个外境所转 那自己冷静对待 那情绪还蛮平和的 那不然可能就是又要照下口业了 那自己也尽数于冷气装修完以后 把场地恢复原状以免造成大家的不变 那这件事情也因此就和平收场 那就是很惊讶自己 就是自己在当时可以情绪的那么不被激怒 那所以就这件事能够这样子就和平收场 那以上分享恭喜建慧师父慈悲开示 好 谢谢美玲 美玲的分享非常的生活化 我们在生活中难免都会 这个最难的就是 每天每天大家相处在一起的 这左右邻居 就是最有缘的陌生人 我们明明距离的好近 就楼上楼下大概距离没超过五公尺 可是可能住了一辈子 也不一定有几次的交集 尤其是又学佛了之后 常常说哎呀这不要攀缘 所以看到别人或者邻居也很少走动往来 过去这些农村社会 大家就是这邻居发生了什么事 全部的村落这个社区 全部都是每一个人都人尽皆知 就好像是一个大家族一样 现在大家都是各忙各的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权 那也比较会维护 也比较没有安全感 不太敢 跟这个陌生人不太熟悉的 非相关的人员互动 更何况我们又是已经学佛了 基本上常常也都不会说主动要去跟人家招呼 但是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别人在不理解我们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足够的理由 或者是理直气壮的去认为别人 就应该要体谅我们的难处 或者是我们的不便 因为他也造成不便 只是大家在互相造成不便的时候 那如果能够良性的沟通 或者是心平气和 甚至于我们做众生不请之友 平常就跟大家结个善缘 那我们就会少掉很多 你应该会意想不到的效果 少掉很多 也不叫做不必要 就是可能会发生的烦恼 未成佛道先解人缘 那我们在道场当中 就会有很多的诵经拜佛 有时候会有一些结缘品 这结缘品 虽然是没有什么很贵的价值 但是都是在道场当中 大家很精进很用功 是带着满满的祝福的礼物 那也很简单 你可以去跟道场请一些礼物 先在做这些工程 可能会造成邻居的不便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那是公共区域 所以先去跟大家结缘 平常就要先做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虽然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 如果别人这样子我也不会怎么样 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 这个基本的表达 还有基本的底线 他有他自己的标准 当然已经很不错了 至少在别人在跳脚 指责 表达不满的时候 我们虽然也没有烦恼 也还好没有以暴自暴 但是也是有情绪的累积 总是不会是笑咪咪的 所以其实这中间 我们还是要长久的去做好邻居 就是要做一些弥补 或者是我们来想到 也许因此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姻缘 反正是我们一个机会去结缘 所以带着华严经的祝福 带着佛法去跟大众广结善缘 我们先不要想说 是对不起人家了 希望大家体谅 要结缘是结 不是 我们就想说 我们是菩萨 菩萨的使者 我们要代替佛陀 来广度一切众生 每个人他其实如果做得好好的 他就不会在那边起烦恼 他起烦恼 心里面有一些感受 也许是刚好累积到一定的 已经到满了 怎么办 这情绪已经需要宣泄 或者是要有个出口 如果刚好我们就是首当其中 也就是一个 我们遇到了 一个面对他 接受他 然后的确就是遇难成小祥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机会去修炼自己 也是很不错 不管 这是自己学佛学到什么程度 其实这个境界 他不会随你的程度 照顺序来 他会在你有需要的时候 他就出现了 而且是意想不到 我自己觉得学佛学得很好 我每天都念经 都有做功课 还有去到场做义工 可是怎么还有这么多事情 而且有时候这些事情还真的是招架不住 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的心 就像磁蝶一样 会把这些因缘会找来 找来了之后 然后你接受他 你知道这个是借这个机会 来修炼自己的心 这样子 你就每一关 你都可以很好的去度过 而且会让自己有所成长 那当然有的人 他是不能够一下子提升太快 慢慢来总是比以前还要好 所以刚才美玲说 我怎么好进步 这个很惊讶 那当然你学佛学很久了 这个都是必然的 很自然的 就会有这样子的定力 有这种智慧 所以要对自己修行 要更有信心 的确这个智慧 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我们拿出来产生功能 的确就会发现 越修越有 这个心里面会越踏实 然后越欢喜 那的确也很感恩 有这个境界 好谢谢 师父阿弥陀佛 各位师兄们吉祥 弟子妮妮 前几天就收到了师父的信息 然后他们发给我的 是明年9月份 背诵经典的信息 那弟子当时候看到 这个信息的时候 马上就心动了 然后后来就跟信红法师说 弟子不想想那么多 报名就是 那之后弟子还有 请问几个师兄 要不要一起来玩吗 但是他们的表态 都是非常的支持 但是你你你自己去玩 其实嘛 我是觉得也没有那么恐怖 也没有那么害怕嘛 重点其实也不是 在于那个奖金方面 而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挑战自己 把自己的这个身心 然后拿来训练一番 看自己的能力可以达到哪里 那这九个月呢 也就是将这个心安住 还有依靠在这个经典方面 给自己一个动力 起码不是在这个原地 踏步嘛 所以这是弟子自己的一种观念 那因为看到菩萨 他在登地的成果 当然我们是还没有到达 这个实地的菩萨结位 但是弟子是认为是说 我们自己的菩提心地 是可以扩大的 他是无限无量的 他是可以进步的 只是说自己 你愿不愿意给这个机会 去让自己去挑战他 不然我们的心 其实不依靠在这个经典方面呢 其实还是会依靠在其他方面的 一天24小时 也不知道怎么去用了 所以呢 弟子当时就说 哎呀 就把这九个月的时间 让自己作为一个挑战 知道将来会很忙 就是说没有挣到什么果 但是可以挣到一个大芒果 也不错啊 就是有一个有智慧 有霸光的大芒果 所以弟子是希望 可以大家一起来参与嘛 一起来玩 就是这样 反正就没有那么大不了的 好 以上是简单分享 阿弥陀佛 感恩师父 请师父持贝开示 谢谢妮妮 这个贝经这件事情是很殊胜 叫如是我闻 学习佛法 寿持读诵 那寿持读诵的 诵就是贝的意思 所以先接受它 然后常常持 不管是持经也好 持咒也好 这都非常好 然后自然熟了之后 你就能背 所以最简单的背经方式 第一个先去报名 报名了之后 第二个就赶快跟上 保研禅士 所有的在线上的活动 这线上活动 一直跟久了 你自然就背起来了 这是非常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常常持 就像我们家里面的电话号码 因为你常常打你就会记得 但是你很久很久没有打 你连什么 连电话是几号 就还要想一下 人的名字也是如此 佛的名字也是如此 经的名字也是如此 经典的内容更是如此 那贝经有很多的好处 就是把佛陀的语言 放到自己的心 把它给替换掉 替换什么 替换把那个烦恼 把它替除出去 因为我们的脑容量 如果有限的时候 你要让它装的是好的 而不是装这个爱恨情仇 所以贝经的功德力 是非常非常殊胜 那再来 我们跟着这个行程走的话 你就自然而然就背起来 一点都不困难 然后又去参加比赛 得到的奖金 又可以见道场 是不是不错 我们请大家 所有的菩萨备好的 都赶快去拿奖金 然后来见保严禅 这是一件很不错的一个功能 那当然不是为了奖金 只是我们觉得自己这个生命 竟然能够把佛陀的教法 意识不忘 那我们就是阿难了 阿难尊者就是如此 读楞严经 就是要变成阿难 那阿难受词读诵 然后要不然就是做摩登前女 也可以 或者是做文殊菩萨也可以 那你如果到绝满的时候 就是佛陀 那这一举竖的 是的确是非常好的一种修行法门 好以上谢谢 谢谢